作为一个创作者 我有一个每天都用的私藏效率软件 那就是我一年前使用XGPT和苹果的Shortcut DIY的闪念笔记 那到现在已经超过7000多人下载这个捷径好评如潮 那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对它持续的改进 增加了新的功能 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它的2.0版本 免费送给大家 我保证 热爱效率的你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个闪念笔记2.0 那我知道没有使用过上个版本 观众可能会好奇 这个闪念笔记到底是个啥东西 它本质是一个灵感捕捉器 它能够让我在有想法的时候 随时通过iPhone Apple Watch或者Mac语音捕捉住 用AI转录成文字存储到目标笔记进行润色 提取里面的任务建立To-Do List 它甚至包含了Whisper AI语音键盘 让你无论在iPhone上还是Mac上 都可以使用OpenAI的语音转录进行快速的输入 那我知道你会说这有啥了不起的 市面上这种软件多了去了 很多还是免费的 对 我们先不说有些软件实际上是从闪念笔记里获得灵感 但就我自己跟很多朋友的实际使用体验来说 在尝试过其他的付费或者免费的竞品之后 最后总会回到我的闪念笔记上 那这一点我们视频最后再说 所以在这个视频里我会介绍闪念笔记2.0的使用方法 为大家提供一个超级详细的保姆级图文教程 最后我会聊聊我这一年来使用AI工具的三个重要心得 那闪念笔记2.0其实是一整套效率软件了 共包含五个shortcuts 那核心的闪念笔记shortcut做了功能上的更新 然后我又重新设计了全新的shortcut 来支持和Apple Watch配合使用 那Whisper键盘做了设计上的改进 那我们从闪念笔记2.0开始 当我大脑突然有灵感闪现时 我会拿起手机按下Action Button 那如果没有Action Button 你可以设置双击iPhone背面调出菜单 选择闪念笔记2.0 然后呢shortcut会提示目标笔记 选择闪念笔记 然后对着屏幕讲出你的想法 那点击屏幕停止录制 录音会被传送到OpenAI的Whisper模型 被转录成文字 它们会保存到Apple Notes里一个叫做闪念笔记的文件夹里 你一天所有的想法都会被收集到 这个以当天命名的笔记当中 但是只记录想法不去使用是没有意义的 打开你的闪念笔记点击Share 选择Summarize闪念笔记 那你的想法就会被手机上的XGPT进行润色和总结 并且提取出代搬事项 点击Copy这些代搬事项 按下Action Button或者双击手机后备 选择GPT List 它们就会被自动添加到Apple Reminder里面的To-Do List里 那这其实就是我们闪念笔记1.0的使用方法 但是在闪念笔记2.0里 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 我们的笔记存放目标除了闪念笔记 还可以选择其他笔记 那这是因为我经常使用Apple Notes去写草稿 你比如我最近想要采访一位 从美国搬到马来西亚的YouTuber 那我有一个笔记是记录我想要问的问题 当我突然有灵感想往这里增加内容的时候 我可以调出闪念笔记2.0 选择其他笔记 然后选择我正在工作的这条目标笔记 对着手机说出想法 那新内容就会被增加到目标笔记 那除了增加这个新的目标笔记选择 我还做了其他的改进 你比如有时候OpenAI的API不稳定 或者网络中断 或者Shorecard运行不稳定 没能成功执行 那这时候会导致录音没有被记录下来 那闪念笔记2.0可以保证在出错的情况下 你的语音也会被完整的保存到笔记当中 让灵感不丢失 更棒的是你还可以重新对它进行语音的转录 那这就是我制作的一个全新的Shorecard的功能之一 闪念笔记2.0新增Shorecard 加入转录道笔记 解决五个需求 不过在继续介绍这个功能之前 我想先回答你现在可能有的一个疑问 就是我现在使用这个demo软件来展示的这个脑图 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件 那实际上不光你有这个疑问 在我过去的很多视频下 有非常多的观众留言都问 你使用的这个脑图软件到底是什么呀 那它就是本期影片的赞助商Milanote 那我本人已经是他们的五年的忠实用户了 我这么喜欢它是因为 作为YouTuber 我的很多想法都需要通过视觉来呈现 而Milanote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强大的视觉类笔记软件 那每次做视频我都会整理很多的资料 而且我的思维是跳跃的 喜欢乱写乱画 用很多的视觉符号来代表我的想法 我不喜欢被特定的格式束缚 那Milanote就像侦探电影里使用的那个线索板 它能帮助我灵活的组织想法 那如果说我的闪念笔记是对大脑里的声音灵感的捕捉整理 那么Milanote就是对我视觉思维的收集和重构 那它强调视觉呈现有大量的模块来帮我呈现想法 收集和整理材料 那它很灵活 你可以使用它们内置的精美模板 创建自己的模板 或者像我一样无束缚的自由安排模块 那我过去有专门的视频介绍它的用法 那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Milanote可以免费使用也有付费版 那功能是一样的 只是存储空间不同 那它有网页手机和iPad App 也支持在线分享和协作 那我去年就升级到了它们的团队版 就是为了利用它的协作功能 帮我更好的进行社群运营和内容创作 所以强烈推荐大家点击评论区的链接 来注册免费账户尝试一下 而我们的闪念笔记的教程 也会通过它来制作分享给大家 感谢Milanote的支持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闪念笔记 加入转动到笔记 shortcut 想要满足的需求 第一实现Apple Watch搭配闪念笔记的功能 那很多时候我们有了想法之后 想立即说出来 不想等待闪念笔记的耗时处理 那这时候你可以直接抬起手腕 在Apple Watch上录音 当你闻思如泉涌的时候 你可以一条一条的不断录音 让自己说到爽不被中断 当你想要对这些想法进行整理的时候 拿起iPhone打开Voice Memo 找到Watch Recordings 编辑选择想要整理的录音 Share选择加入转动到笔记 选择目标笔记即可 那我自己的使用经验是 一次可以成功的处理六条左右的录音 每段录音最好不要超过两分半 当然你没有Apple Watch也没有关系了 使用iPhone和Mac的录音也可以的 那有时候闪念笔记可能因为 OpenAI的服务不稳定 网络问题导致没有转入成功 那我们可以对保存下来的语音文档 重新进行转录 长按录音Share 加入转动到笔记 选择目标笔记即可 当然除了对Apple Notes和Voice Memo里的 录音的支持外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加入转录到笔记的 Shortcut来批量处理其他的语音 甚至是视频文件 不过请保证每个文件少于25兆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已经培养了一有想法 就会默认把它收集到 闪念笔记里的肌肉记忆 所以当我看到一些图片或者文章的时候 我也想把它们收集到闪念笔记里 而不是去浪费脑容量去决策 把它们放到一个其他的什么地方 所以我就在加入转录到笔记 这个Shortcut里增加了这个功能 你比如我在X上看到 别人推荐的一本书不错 那我就会截图Share 选择加入转录到笔记 把它收录到对应的笔记当中 那看到一个YouTube视频不错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收集起来 那这个新的Shortcut 我已经使用了好几个月了 我的经验是 我使用它会比之前的闪念笔记 要多得多 因为我的想法经常是 一股脑来很多 用Apple Watch随时记录 不需要等待 能减少很多思维上的摩擦 我相信你在使用一段时间后 也会有相似的体会 OK 下一个Shortcut Whisper键盘 那我相信使用过 OpenAI Whisper语音转录后 你会发现它比很多机器自带的转录要强大 尤其对我们这种多语言用户 尤其友好 但刚才那些Shortcut 多少都需要和Apple Notes搭配来使用 但是如果我只想把Whisper 作为一种语音输入方式 在其他软件里使用该怎么办呢 你比如 假如我想在MillionNote里 通过语音输入一段文字 应该如何操作呢 那Whisper键盘 就是来解决这个需求的 在手机上 启动Whisper键盘Shortcut 冲着手机说话 点击屏幕结束 那Whisper键盘会把转录的语音文字 放到剪贴板 然后直接粘贴到文本框 就可以了 那同样的Whisper键盘在使用的时候 有时候会因为网络或者软件问题 导致转录失败 那在新版本当中呢 我增加了一个语音文档备份 你所有的录音和转录文本 都会被备份到这个闪念笔记文件夹里的 这条笔记当中 在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加入转录到笔记 重新转录 那如果你不需要这个功能 你也可以参考教程把它关闭 OK 那以上就是闪念笔记2.0的 主要更新和使用方法 那这些shortcut 详细的安装教程 以及更多的注意事项如何获取呢 请大家去视频描述和评论区去寻找链接 那在视频最后 我还想分享 在过去一年里 我使用AI工具的三个重要的心得 第一 Apple shortcut配合AI的API 是普通人使用AI编程 制作属于自己的AI软件的最有效途径 我认为学习shortcut功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我相信你一定听到过所谓 非程序员可以使用AI编程做软件的说法 这其实对大多数普通人还是有些遥远的 因为使用AI工具做出来的这个软件呢 可以是一个圆形 但是它距离一个成熟 可以使用 甚至可以跑在你手机上的软件是有些距离的 但是通过Apple shortcut 我们可以利用苹果现有的软件和生态 来打造立即可用的软件 而且体验并不比那些付费的差 甚至会更好 那就拿闪电笔记来说吧 市面上有很多的竞品 它们都集成了自己的笔记功能 但是它们有两个明显的缺陷 第一 它们很多都是每月固定的费用 但闪电笔记支付的是API的使用价格 用多少花多少 不用不花 而且很便宜 第二 竞品语音笔记的很多功能 更像是为了一碟醋 包了顿饺子 那这里的醋就是语音转录功能 而笔记功能就是那顿饺子 那这些笔记很少有能超过 Apple Notes的使用体验 更不要提去和苹果生态来做联动了 而且这些软件可能会消失 所以当你在使用它们的语音转录功能的时候 你还不得不去适应它们糟糕的笔记操作 甚至去改变自己的工作流 那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感悟 在AI时代 我们应该让软件去适应自己的工作流 让自己的工作流和软件同步改变 而不是去适应软件的固定逻辑 在闪见笔记1.0发布以后 很多观众都根据自己的需求 对它进行了修改 做出了自己的版本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试过很多所谓的竞品软件之后 还会回到我自己的闪见笔记 因为它可以跟着我 按照我的想法去进化 实时的调整 所以我强烈建议去拆解我的shortcut 从它们获得灵感来创造自己的AI应用 第三个感悟 那现在AI agent非常流行 但是我想给这股热情 稍微泼那么一点点冷水 这是因为很多人对AI agent的期待是 给它一个任务 它能够帮你完美的执行 那这对生成一些消费类的内容 或者执行一些重复性的操作 绝对是可行的 但是对于附加值更高的创造类工作 我认为不太现实 因为从根本原理上来说 你的创作之所以被叫做你的创作 是因为有你的输入和输出 所以使用AI agent去创作 不可以缺少你的输入 创作者和AI agent的关系 更加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是一个指挥委托监督和干预的艺术 所以作为创作者 想要用好AI工具 我们首先要从本质上了解 自己的专业和工作流 然后了解AI工具的工作原理 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到和AI一起进化 那未来我也会分享更多的 我使用AI创作的方法和心得 欢迎大家来关注 OK 那感谢大家 感谢Milanode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